看什么了呀 就看女孩内裤了 看什么了都 什么品位呀 赶紧我换了 金星到底有多真实 在直播间被粉丝问到 华晨宇能否上春晚时 近期毫不掩盖 这也太敢说了 然而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也是第一个出头的 就喜欢金姐这种霸气 最说到谢娜的时候 金姐也是不加饮食 吓得杨迪不敢坐下 就算是在国外 金姐也一点面子不给 我就听到那个 韩国的海关官员呢 说了一句话 中国人真烦呢 轮到姐姐我了 看了我一眼 那个海关官员又嘟囔了一句 又讨了中国人 告诉你 不是我要到你们国家来的 是你们国家请我来的 欢迎金老师 金老师旅行愉快吗 我说不愉快 你那边介绍呢 金老师 对韩国的印象怎么样 说不怎么样 这是最让人景气的 金姐对人了 节目组为了收拾率 让女艺人不穿安全裤表演 金星看不下去了 看什么了呀 就看女孩内裤了 看什么了都 什么品位呀 赶紧我换了 这三观太正了 在颁奖典礼上 他也从不会和面前的 明星们客气 我今天一下午五个小时 我接到五个版本的主持流程 这个不来了 那个不能给我颁奖 我不能跟他坐在一起 哎呀这个不行 我不干这个不干这个 我不知道是演员的本意 还是经纪公司们安排的 真矫情 面对这么多人都敢说 只能说佩服了 然而这样的金姐 温柔起来时 冰山斗的融化 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也总会把年轻的演员 再说非吧孩子们 这是属于你们的舞台